17号选手请上台 18号选手请准备 大家好 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我变成一只 喷 我聋了 有一只会传染 喷 我变成一只 喷 我变成一只 爱生气的人的羡慕 古怪 博德阿古力非常爱生气 他今天一大早准备 莫泰已经有一个大种包 他当然非常生气 阿古力大叫一声 火烦在这家 喷嚷了一大半 莫泰说 哇 他是不是无所看过 火气最热的怪兽了 阿古力大喊 我变成一只 喷 火龙了 他只要一开口 就火冒出来 鼻子都火了是 二十四个小时 无休止 你知道一只怪兽会喷火 有多么不方便 有多么不方便吗 他的汉堡变成 烧焦的汉堡 他也不能刷牙了 玩具也烧焦了 连他的邻居也 产到他的毒孤 不怪兽的地民都不敢接近他 阿古力小 泡在水里应该会把火熄灭吧 咕噜咕噜 水的温度越来越高 哇 好烫 变成火锅料了 不怪 我的地民都飞开的 逃上岸 阿古力小 泡在水里 不行 满进沙鲁 试试看 用面武器 在冰箱里 应该可以了吧 把他推行 呼 文字不太说 他去给他再过生日 吹蜡烛类 没办法了吧 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哩嘻 � współ� 伤心的哭了起来 哼哼 哼 哼 哭了好久 好久 神奇的事发生了 泡水和泪水 竟然把火凉起来 阿古力笑了起来 当然其他的人 就更高兴惹 文字魔太說 啊怎麼知道 又哭又笑 大可惜掉 奇怪嘞 於是魔太要去尋找 下一個目標 我就當不能當一個 愛生氣的人 我的魔太下一個目標 可能會是你唷 我的故事說完了 謝謝大家 時間3分28秒